在財政部研究很久的奢侈稅24號 經過馬總統確定 行政議長五燈議 今天也表示說 奢侈稅希望在頂半年來修法 最快的半年就能十四 感到到大方的效果五燈議 是說他很樂觀 財政部長李舒德今天也表示說 奢侈稅主要是占對這 擦房子還要買這整個東西來求稅 歲數是10%到15% 不就是要合理來求稅 這檔適合社會記台 現在目前是沒有課稅 那因此就是你炒幾回 有的人甚至於擁有幾十棟在手上 你一毛錢稅這種都課不到 只有課氣稅這種他不痛不癢 方向是定了 吃花水的行動包括不動山的教育 只有一天蓬兩天就專手的人 要求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水 還有賣三百萬以上的格格費物 以及選擇有培操 這些五十萬以上的保有率質品 還有五十萬以上的休閒費關禁 都要求百分之十的吃花水 這次像明天蓬各家的主報 所以都沒有包括在來 財政部長李舒德就表示 因為這些東西有移動性 要求稅比較困難 所以將是沒有力氣 可以說可移動性的 在基增食物上比較困難 同時目前也是這個促進觀光 這個對抗影響會比較大 基本上這個部分 社會認為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重要的是那個不動產 李舒德也表示這個習慣 最重要是僵對擦房 貪出不利的人 畢竟讓你的求稅 再符合社會基台 另外 社會稅一旦開始求 財政部估計一年 可以增加一百五十二的稅收 平均也會在僵對社會來研究 加上國會來尋找 記者總好報道